那接下來就介紹到我們這個 日本當初它叫做院內溝通關懷協調 這樣的一個理念 就是這三大點 那經過我們三年的一個推廣 我們再把它調整 把它改成關懷式的調節 這樣的一個想法 碰到很多事情 我們會覺得紛紛擾擾 非常的這個疑惑 然後找不到答案 事實上你一定要去歸鬧 這些雲林總統的一些問題 不只這些很多的 到最後你歸納出來 其實都是人性的反應 人性自然的反應都是那些 會講出來話也是那些 這個第一階段的反應一定是這樣子 只有經過轉化提升 才能夠不再講那樣的話 不再引起那樣的回應 所以歸納這個學了以後 接下來能夠把關懷能夠演繹出去 這個在我們的課程 最主要的就是教導資源力 解決察力跟促進溝通力 這些好好的學習 然後不斷的這個 互相協助幫忙 互相的整合的話 會有很好的效果 那像剛剛提到那個案例第二的話 就是有來上過我們的課 他是一個專門在處理醫療糾紛的 他就開始有轉變一些想法 他也能夠跟案主得到最好的一個關係 能夠讓他放下心跟他說 我當初是怎麼樣去 這個情緒點怎麼爆發的 我想在他的這個當事人上面 他自己也開始獲得解脫 只是他最後一步 病人跟醫生最後沒有再接面 互相在這個 讓他們的關係符合 那這個都是可以再加強 這個是我們今年 林林總統的一個 這個各種活動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下個月還有陽明醫院 那杭州這個就是會議的發表 所以來到今天主軸 關懷是什麼 可能大家講的也都不一樣 有些人講的關懷 我們把它推測起來 其實好像只有這一個 關懷把它分成三個項目 CSI C的話就是他關心 其實可以講關心的一個地方 有些時候這個關心其實只有 表面的關心 這種就是虛情假意 就是會引起人家的很大反感 那個不是真正的一個關懷 那麼S就是support 支持的話可以說是心理性 也可以是物質性 那其實有些不不容易分 因為物質給的他 加到好處他是最喜歡的 可能他在心理上 也得到一些填補 那有時候心理支持給他很大 所以物質其實缺乏一點 有人說愛情 到底要麵包還是要這個 這個只要愛就好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多見仁見智 最重要還是當事人他想要什麼 那如果支持不管不計一切 只給他支持的話 這個有時候就變成溺愛 或是不是他所要的 他覺得沒有誠意 我們舉一個例子 衛福部針對這個五大接空 他想一個辦法 就是給這個五大科的人 加薪一個月加一萬 那麼大家會覺得好像杯水車薪 也沒有什麼大的效果 衛福部在這件事情上 他的看法然後他做出來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後來又出現一件事情 讓大家更生氣 所以衛福部說 你們覺得這個一萬塊沒什麼用 那把它取消好了 大家就跳腳了 所以這個都是看的 我們其實看事情要看他最後 他的心態是什麼 你從他的舉動 他的一些原型曲折 回推去就知道他心態是什麼 我們其實不一定去想 但是用感受就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不要說你想要這個 蒙騙的過去 其實都是只是騙自己 對用當事人的感受非常一清好楚 所以這種感受其實是 我們要好好去感受去學習 所以工作坊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那在我們的課程也是很重 工作坊這樣的形式 每一個案例會討論一個半小時 就是演練以後 再去好好的分析討論 那最後一個就是關懷 我們的關懷是MiltonMailoff的關懷 他是1967年 就寫出這個叫做on caring 關懷的時候你要注意什麼 其實他最重要就是這個 在關懷之中 最重要強調的是要有成長 這個成長不只對方 你自己也成長 你要關懷的人 自己一定要先成長 才有這個能力 才有這個心量去關懷別人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可能壓秒助長 可能就變成霸凌 只是嚴格要求 然後沒有給他一些其他的東西 這個都不好